最近印度總理莫迪 現在有點崩潰了嗎 現在跟西方國家也沒搞好 因為有一些聲音不一樣 沒有在硬吹了 另外來看到是說 他什麼都要跟中國大陸比 比到最後又發現說 好像又比不過 真的要崩潰了 來看到是說 他們有強軍夢 海軍夢 但現在中國大陸動物 闖到了印太 尤其是印度洋這個地方 讓印度真的是也很緊張 來看動物之前 不是率隊到了菲律賓 包括了他有率大連線 052D 054A 903 補給劍 真正的 來看到通過了菲律賓 但是你看往這邊過去 其實就已經是菲律賓的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印度洋 你看他原本這樣走的話 其實往另外一邊 其實也可以威責到印度去了 所以我想問一下 將軍怎麼看 因為動物都可以到了第四島鏈 也就是到了菲律賓以外之後 來到了印度這個地方 所以印度本來以為說什麼 我是怎麼樣 我非常強大 我印度洋我是成把的 現在大挑戰來了 我特別說 我先把南洋的一些重要的海峽 跟大家講 最重要大家都知道是馬流甲海峽 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在這個地方 有它地理上的優勢 所以它不管在經濟上面 科技上面都獲得藏出一個進展 其實如果說是從南洋地區 要進入印度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海峽 叫遜塔海峽 這次來講的話 055就是走遜塔海峽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 這一個是動物大區 它是走這個路線 它是這樣子走 但還沒有走到印度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 但將軍講的另外一個 是真的到印度洋的 是呢 這個咸陽艦 它到了這個第四島鏈去 那它路線就是這個路線 從那個馬塔海峽 到遜塔海峽 到龍摩海峽這樣繞了一圈 其實這邊過去就是印度了 對對對 這是兩件事 這兩件事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 這個美國來講 它一直希望說是新加坡 因為控制了馬六甲海峽 它可以在這個利用這個天險 你必須要經過這個馬六甲海峽 來牽制住中國 不要讓它到印度洋去 那我們知道中國來講 它海權發展一定是結合 一個國家的這種政治 或者是國家一個 全球的一個大戰略 中國的全球大戰略 就是一帶一路 就是它一定要把這個海洋 這段路能夠掌握住 從中國來講 從東南亞一直到印度洋 然後最後到中東地區 最後穿過中東地區到這個非洲 這是它戰略 海上的海上絲綢之路 講的是這個 那所以說 那美國來講的話 它就要控制住馬六甲海峽 那我剛剛講 你剛剛講這條路來講的話 遜他海峽 就是說咸陽艦也一樣 可以從遜他海峽 一樣可以進入印度洋 但是說比較遠 那比較遠的話 你就必須要海上補給要夠 那補給要夠有哪些方法來補給呢 我們知道發展一個海權 你必須要在海外有基地 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海上 全球的霸主 就是因為它海外的基地很多 它隨時它的軍艦都可以 在各個地方都可以得到整補 那中國來講的話 如果要發展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 在南海地區現在來講 不管是有腳漂港 或者是柬埔塞的雲壤基地 對不對 然後之後如果說到了印度洋之後 其實之後有巴基斯坦的 跟它合作的 瓜達爾港也有 所以說印度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被顧慮了 東邊來講如果中國跟緬甸 有雲壤基地 西邊來講的話 它有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然後南邊來講的話 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現在斯里蘭卡跟中國也很好 斯里蘭卡現在排印度 排印度 而且你知道前幾 上個禮拜吧 上個月了 習近平還用專機 把斯里蘭卡的新的總統 接到北京去做國事訪問 給它很高規格的一個接待 所以當斯里 你想想看 如果說是這邊的腳漂港 南邊的斯里蘭卡 然後緊接著到瓜達爾港 在中國的海軍來講的話 其實它都可以有完整的一個運輔 所以它帶著它一艘軍艦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那艘 那個這個咸陽艦 不是 咸陽艦是作戰艦 另外還有一艘 它的這個運輔艦 圍山湖號 圍山湖號那艘軍艦 是它的運輔艦 所以它是當有運輔艦的話 補給船的話 就是整個大洋作戰 那印度可以說 它一直要跟中國對抗 但是我不是說我瞧不起印度 印度自己一直要發展軍工業 可是它畢竟是英國的殖民地國家 它還抱著殖民地的那種想法 它一直認為自己人口最多 但是印度來講的話 它在軍武方面 它各種的武器完全是拼湊 它沒有整體的一個設施 印度有一個很大一個問題 我不否認全世界來講 都認為印度在經濟上面 有可能會超越日本 形成世界上面 第二大的一個經濟體 對不對 甚至第三大經濟體 但是印度的這種 它的工業來講很奇怪 它從一個農業 它直接跳到科技業 它沒有基礎工業 大家要注意到 這是印度最大的一個短板 它沒有基本工業 那像中國發展來講的話 它也是從農業國家開始 但是它先基礎的是基礎工業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基礎工業很強 不管是鋼或鋁或者是這樣 然後完以後再慢慢往科技來發展 那印度來講 它如果說是沒有基礎工業 當作基礎來講的話 它直接想要從農業國家 直接跳升到科技業國家來講的話 我覺得來講等於說 你的馬步就沒有紮穩 你就不可能有很好一個軍工產業 因為軍工產業還是要回歸到基礎的工業 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印度現在 西方不斷催他 但是現在這個牛皮也吹破了 比如說拜登之前就說印度排外 阻礙他的經濟成長 他外長趕快說沒有啦 我們經濟又沒衰退 然後最近也包括了涉嫌殺害 席科教的領袖 印度三個公民就被加拿大逮捕 你看美國跟加拿大開始 有對印度不滿的地方 然後馬斯克不是推掉印度的訪問嗎 就沒想到馬斯克卻要告自己 告自己名稱 因為他對一家印度電池製造商提出訴訟 因為他使用特斯拉電池商標清雪 這家公司厲害了 他的名字叫做印度特斯拉電池公司 他的英文叫做Tesla Power 還寫的USA 這講得說好像是我們是美國來的嗎 好 將軍怎麼看 印度他的企業大家要知道 這我們講阿富汗叫帝國墳廠 印度是什麼呢 印度是企業墳廠 所有企業到印度去以後 很多都斷雨而歸 包括到富士康或者是迪士奈 到印度去投資 偽創我們台灣也很慘 小米現在滿慘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對企業來講傷害這麼大 因為他的這種 我們講印度他的這種立法 是很嚴格的立法 但是他普遍的違法 最後是選擇性的執法 那有一個笑話 我這邊講給大家聽 英國有一家 這個跨國的電信公司 當中在印度 這個跨國企業在那邊投資 投資以後賺了錢 賺了錢以後印度就很眼紅 就要跟他抽稅 他說我有按規定繳稅 對不對 你不應該再給我罰款 結果後來他還是給他罰款 那這家公司當然就不服氣 我是按照你的印度法律來繳稅的 那你不能說想要跟我抽稅 你隨時就要跟我抽稅 這家公司就告到 英國的法院去打官司 結果法院 他們最高法院判決是 這家英國公司贏了 贏了你知道印度去幹什麼事 那我們修改法令 OK 我們修改法令 就是你還是敗訴 我們按照 我們這個法令還追訴 你來以後 你就要開始繳這種稅 我們用新的稅法來跟你徵稅 所以這家英國的這種 跨國的電信公司 他就吃虧 他後來就撤出英國了 因為沒有人受得了這種國家 對啊沒有人受得了 所以馬斯克你要告印度的 這個特斯拉電池 可能 將軍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這個法院是印度國家開的 你可能也真的搞不過 另外再來看到 因為印度之前也不斷吹噓 自己什麼光輝戰機 有夠厲害 然後要跟中國大陸 驍龍比等等 那現在美國自己最強的 這個F22 竟然墜毀 墜毀在喬治亞洲機場 這天啊太丟臉了吧 然後國家利益也說 F22就是美國史上最貴的戰鬥機 成本竟然從1.3億美元 到3.4億美元 全部等啊天啊這麼貴又摔了一架 這F22 當初2005年成軍的時候 它本來就很貴了 後來它在2010年 2011年的時候 它就停止生產了 為什麼停止生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太貴了 造價太高 排擠其他國防預算 第二個它認為說是 蘇聯已經解體了 它不需要用這麼貴的飛機 它已經是世界上的霸主 所以那時候沒有想到這麼多 所以它就把F22就停產 停產的結果怎麼樣 殲20就出來了 總共來講F22 有3500家的零件供應商 有2萬個工人 那這3500家的零件供應商 幾乎到目前為止都已經破產了 然後這2萬工人也都被資錢了 那從2015年停產到現在 可以說這架飛機如果要維修的話 都找不到成熟的工人來維修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其實它187架成軍以後 到現在它停止生產以後 到目前為止 到昨天為止摔了8架 8架已經摔了8架了 對 摔了8架 這個陸陸續續 其實軍機失事是 經常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摔了8架 但是我可以斷言 軍機雖然說固然 我們台灣軍機也有意外 也有失事 可是我可以斷言 當F22 當你這些零件供應商 你這些維修工人 都已經斷成都已經沒有的話 你的失事率會越來越高 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也有 不管是F35 或者F22 現在他們的妥善率 我們就可以看到 美國不管它造船業 或者是飛機 戰鬥機的這些產業來講 很明顯的一個走下坡的時代 對 所以造船跟造飛機 現在都遇到很大問題 因為整個美國的製造業是掏空的 尤其中國大陸不一樣 中國大陸現在殲20 被說很多領域都是彎道超車了 F22或F3屬 第一個數量贏了 數量達300架 超越了F22 成為最強的五代機 因為來看到 剛剛將軍說了 現在180架摔了8架 但是現在179架 但殲20早就超過了300架 所以它贏你 而且量產了一年100架 而到了2023年 可能就突破了1000架 這是第一個 數量領先了 第二個是 它最強的編號叫2050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 因為2050代表黃皮機 說它其實已經是怎樣 是雙座的 雙座版的編號出來 所以它可以指揮中城瞭機 本來雙座版是F22想要做的 去指揮中城瞭機 你F22沒有達到 反而是中國大陸殲20達到了 將軍你怎麼看 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 飛機我們不要光看它表面這些數據 說你可以飛多遠飛多快 帶多少炸彈 我覺得最重要是它的後續有沒有維修的能力 那現在很明顯嘛 殲20來講的話 它是自己國內製造的飛機 而且是正在等於說年輕力壯 量產 所有的這種供應鏈 所有的廠商 所有維修技術可以源源不斷 如果作戰來講的話 我就可以源源不斷來維修我的戰機 但相對於F22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講從這架飛機的掉下來 我們已經可以確認說這個F22來講 又少一架了 它就掉一架少一架 作戰的時候 如果說是你在經常的這種使用率比較高的話 來講你後續得不到很好一個 妥占維修照顧 就像是一部車子你雖然說再好 但是你沒有功能會修 但是我這邊會持續不斷的有零件的工藝 其實你要知道作戰來講 我們除了講值 另外還要講量對不對 量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你F22我們就算你的值跟殲20 可以相提並論來講好了 可是你量就遠遠不足 對不對 尤其是你後勤的供應量來講 你就遠遠不足 我覺得這方面來講 美軍就吃了很大一個虧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F22來講的話 它很多 它當初設計的時候 它認為沒有敵手了 所以它自己把很多的設計圖 或機台都已經毀掉了 所以它後續來講 要再恢復生產線 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殲20來講很重要就是你剛剛講 這先邊的這家 金色的這家後座有兩個人 黃皮機 所以有戰鬥機 像這種是F 殲20是屬於空U型的戰鬥機 它不需要外掛炸彈 因為外掛炸彈就失去隱身的效果 那合理來講 這種空U型的戰鬥機來講 只要一個飛行員就夠了 它為什麼多增加一個呢 就是中程鳥機 後面那個飛行員 它不是在飛飛機的 它是在掌控它周邊的中程鳥機 中程鳥機就是無人 也是隱身的 攻擊死衣 也是無人的戰鬥機 每一下戰鬥機裡面 可以帶四枚的這種空對空導彈 或是一枚比較大的空對艦的導彈 當這些無人的這種隱身戰鬥機 飛到前面其實 對殲20來講可以形成一個保護 也可以形成一個攻擊的尖兵 對啊 尤其它又換了窩膳15 它的推力更強 推力來到18.5噸 比你F22這個17.7噸的推力 也是差很多 所以殲20現在是一個量產 而且是往上的趨勢 F22真的是掉一架少一架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